今天你就算是三個小時也是這樣 五個小時也是這樣 八個小時也是這樣 我報告我也去醫護站 我拿了各種補給 就我能夠嘗試的事情我都嘗試了 那我覺得至少在未來馬拉松 我會能夠說就是我如果遇到什麼突發狀況 我會更知道 怎麼樣去解 你這一次準備你覺得不好 好那你上場比賽 那你覺得你在馬拉松有整個過程 你這一趟的 開始到過程 我覺得就是 心定上不太一樣 所以你一開始跑 當然會 想要有一定的成績 一定的配速去跑 但是我覺得當你後面 發現身體有反饋 你真的支撐不了在速度之後 那其實第一成果是 先這樣出去 去跑 但最後身體的反饋還是覺得不行 那我覺得當然過程中會想要放棄 但是我就覺得說 就既然這就是出馬 很難得的事情 那我覺得不如就 我把它撐完 然後我至少有完賽 然後我 這些不開心不乾淨 那我覺得下一場 我再拿回來就好 那我覺得至少我在這過程中 知道了什麼叫做一場馬拉松 自家哥馬拉松六大馬是多熱情 能夠幫我加油 然後幫我吶喊 不管你跑多快 對 今天你就算是三個小時 也是這樣 五個小時也是這樣 八個小時也是這樣 我報告我也去醫護站 我拿了各種符記 我能夠嘗試的事情 我都嘗試了 那我覺得至少在未來馬拉松 我會能夠說就是 我如果遇到什麼突發狀況 我會更知道 怎麼樣去解決 這真的不是教練當下可以給你一個支持 對啊 因為這個感覺就跟 籃球戰術好了 我是一個總標類 畫了一個戰術版 你現在在三分線 另外一個中鋒應該幫你 從中間上來到 谷底 幫你做擋拆 然後讓你繞過去 可是你知道現場上面的變化 不是像你想的這麼簡單 你發球長這樣 結果不一定是長這樣 因為可能對手的變相 是不一樣的 跟剛剛我們講的 就是你現在想的是 我每五公里要吃筆記 可是有可能你在這個 當下的righ now的時候 你可能肆記戰 要拿手的時候 碰到 或擋到 或是嗆到 吃筆記嗆到 都有可能 然後你一個咳嗽節都亂掉 增長就沒 對啊 運動這件事情啊 所有的項目都一樣 就是當你在專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他當下運動的 IQ很重要 你那個過程 你要出來很快反應說 我現在這個righ now 我到底要怎麼樣去 應對 他就是一順間的事情 就我覺得有人講 一個很好的話是 籃球厲害的人不是說 他一直可以很準 他是知道他怎麼樣 在不準的時候 他要去做調整 所以我覺得馬拉松也是一樣的 就是 當你今天狀況不好的時候 你要去怎麼樣做調整 你要怎麼樣去改變你的型態 至少你這場發揮不出來 那沒關係嘛 就 人生又不是只有這一場 對 沒錯 這個態度就對了 那你下一場拿回來就 就好了 對 而且下一場就要沒拿回來 你還有下一場 這件事情告訴你的是 我的人生不會因為這一次的成功 就是封頂 也不會是因為這一次的失敗就是結束 因為 這一次的成功 是 醞釀著我下一次要繼續更好的 一個基礎 但是這一次的失敗 可能也是讓我 下一次 更強的原因 因為你失敗了 所以你會更強 因為你還堅持下去 嗯 所以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像我自己啊 大家都會覺得說 像你長期關注我們的粉絲就知道 我可能常遇到受傷 或常遇到狀況 但你要講 你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呢 我已經在這件事情堅持了五年 六年 但有多少人敢在這種內容上面分享 然後你還持續敢在這邊做這些事情 但中間我們也有成功的時候 我可以講我們在2020年吧 那一年的長榮馬拉松 我好像是跑75分整不用 是一個成功賽事 但對我來說 它不會是一個結束 所以那個過程我只是分享了一下 但我就繼續做下去了 所以你說那個75分是一個很封頂嘛 沒有 對我來說 它可能是在這近兩三年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成績 可是 我終究覺得我會更好 所以我持續在訓練 所以過程中我其實沒有停止訓練 只是說我最後的結果可能受傷 或者說最後不如意 像他說的 你應該要了解說 你在狀況不好 跟狀況好的時候 你該怎麼去調整 像我這場比賽來的時候 我從頭到尾就知道我的狀況不好 我很明確地知道這件事情 但我一直告訴自己 我已經配好了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連自己上場前都 比如說我跟你講說 我狀況不好 然後我要上場前 我還要告訴我自己準備好 那就很偏能 所以我不如從頭到尾 我知道我狀況不好 但我從頭到尾告訴我自己 你連透露出你覺得你不好的心態 都不要 嗯 對 這個才是真的能夠幫助你身體 調整的地方 因為心理影響是很厲害 那對我來說 我從上禮拜的狀態 就說真的不太好 因為我們有一個教練 他自己就生病 那我們那天一起去看電影 有些人會覺得說為什麼我們會在那個時間去看電影 其實我自己工作的是這樣 我覺得我們自己的夥伴團隊 我們有時間在一起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所以對我來說 能相處也是一個好 很不錯的過程 我可以給他們一些好的東西 然後 當下我也不知道他那麼嚴重 他沒有說他有咳嗽 那確實我們一看電影的時候他一直渴嗽 那不可能說你來吃飯 我給你很僥倖的時候 你感冒你不要跟我一起吃飯 這是不是很掃興 你身為別人的老闆教練 你不太可能做這種事情 我自己承擔啦 對啊 然後我後來就是 盡量多喝水啊 然後一直吃感冒藥 來自大哥嘛 前其實我根本那一週的禮拜天 我有做一個長距離 那我那天跑完之後 當天晚上坐飛機來 那天原定20公里 我跑到10公里就開始很累 然後我撐到14公里我就跳車 那個生病的還跑20公里 但對我來說 我當下可以硬撐啦 可是我還有馬種 所以我當下的反應就覺得 我要先放掉 所以狀況沒有想像中那麼輕鬆 不要硬撐 因為後面的7天後來的比賽比較重要 但對我來說 那一趟是一個性型的打擊 因為我用4分整的配數 然後第一天台灣的天氣也沒有到說 真的超級熱 但我卻只能跑14公里 而且我跑到12公里就很累 開始撐了 但你要想 我那個速度要跑完一個全馬 甚至那是我平常全馬的配數 所以相對你就會覺得 這東西是很難的 而且這樣我腳其實還在痛 所以這場馬拉松對我來說 就是一種心理上面的調整 你賽前一周你就知道不好 可是你不會去發出你不好的內容 我出發前來告訴他 我們確實是準備好什麼之類 這個也是算是給大家一個教育 甚至是告訴他就是說 你自己知道自己狀態不好 可能或許你知道 但你可以用一個更有新鮮的方式去表現 就像我身上破山 對我來說我是覺得是一個很不錯的賽事 但詳細的內容 我不會再多一集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但這一集的內容 我主要是想跟大家提到這個 就是他剛剛提到的 努力運動員在過程中 所以變形要去調整 所以我覺得對於你來說 或許在這種階段 覺得天氣不好 狀態不好 或許它是一種 你可以在下一個年度或新的階段 你知道怎麼樣去調適你在面對訓練的時候的感受 我自己也是這樣 確實我在這一次的前班馬表現得非常好 那是這樣 到30公里我均速都還是10分針 可是你要想你用40分針跑30公里 再往回退一周 我的那個14公里4分針還只能跑14公里 那這樣比起來其實那個路差就不一樣 因為我信心跟我相信這件事情 所以最後變成 蹦出了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其實換個一個角度是 如果當下的反應更好 或許會有一個不同的結果 這一場完成後 你當下結束之後的感受 我覺得結束那第一個是覺得就 趴進中間 蠻痛苦的 然後我覺得第二個感受是覺得 蠻不開心的 蠻不開心的 就覺得訓練一整年 那最後成績是完全沒有達到我的一起 我覺得也沒有說到不開心 就下一場感受 我覺得這也是心態上的不錯 算是在某種程度上你心態算真相 因為你的想法是站在 你覺得你結束之後 你沒有覺得說 我們為什麼表現不好 是不是我這邊不對那邊不好 這邊不好 你沒有去怪睡其他的單位 其他的地方 你反而是想一次自己不甘心 我下一次要逃回來 所以我覺得這某種程度上 算是蠻正向的一個想法 很多時候人家都會 有一個心態就是說 我表現不好 所以我覺得睡不好 那個是可以檢討 但你不能怪他 檢討的意思是 叫你去檢討說 我睡不好 所以我應該在這個地方要調整 而不是你本來抱怨 就是我就是因為他 所以我怎樣 抱怨跟檢討 是兩回事 我自己的 所以就是大家養成習慣 就是用這個心態來我覺得蠻好 就是這樣子 下一站就會更好 你自己當下 泡完之後 你覺得馬拉松讓你留下 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覺得這一站 最印象深刻是 他載到的氛圍 在台灣跑完全附近的 因為他也是從台灣到自家哥 所以他應該有感受到 兩個地方的感覺 對啊 然後台灣我只有跑過半馬 但半馬其實你就知道 只有起點跟終點有人 就是可能 加油 幫你加油 在自家哥是他們 整個全長42公里 旁邊全部都是人 然後我連中間狀況不好 我想要停下來 就是稍微 放鬆伸展拉筋的時候 我都朝不太到空位出來拉筋 因為其實壓力蠻大的 就是雖然他們很鼓勵你 但是其實壓力大一點 就是你停下來 你想要拉筋的時候 他們就會過來問你說 你還好嗎 快加油 然後就我覺得在那個氛圍上 不想要放棄這種賽事 對 然後我覺得這整個氛圍是 跟台灣的馬拉松是非常非常不一樣 你會知道他們是 用一個很鼓勵的心態去幫你加油 他們甚至也會發揮很多創意 去寫一些板子跟牌子 就跟你說什麼 其實你跑的不是26.2英里 你跑的是30英里 因為現在通貨空間很嚴重 然後會有很多這種 很有創意的牌子 然後或者是跟你說 你現在是兔子 有人在後面追你 好的 很有趣的牌子 那我覺得賽道氛圍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讓我覺得最敬業的地方 這場 芝加哥馬拉松算是 我人生中參加了 我數得出來 我兩隻手指都算得出來 我還沒有超過10場 確實是我覺得 永生最難忘的一場 而且也算是我人生清單裡面 我覺得現在目前為止最好的一場 賽道的路面呢 是最差的 那也沒有到最差啦 但是就是它不算好 以國外來說 大阪首爾都非常好 然後到這一場的話 就是地面沒有到那麼好 可是以整場氛圍跟整個規劃 跟設計上面 我覺得它算是一個很成功的賽道 然後也是一個很成功的氛圍 因為全鎮甚至半個 美國 你可以說是靠近我們這一區的 紐約啊 加州 波士頓啊 到這個 這附近其實是 搭飛機來的兩三個小時 所以這一個區域的人 可能都會來加油 因為確實 現場的人數 那肯定是超過10萬人以上 整個42公里賽道全賣 對 那不是一般開玩笑的 像我們在大阪 當然也是啦 但是大阪是因為日本人 本來就很升級巴掌 所以我覺得他們長期的氛圍 做得好也合理 而且他們的賽道規劃也 已經相對完成了 六大馬拉松 讓人很驚豔的原因 是因為美國這麼大 然後區域這麼大 大家 當天我們跑的是 美國很著名的老行店 然後包含是 芝加哥啦 芝加哥很著名的景點 加上它是一些 算是你們的重要的公路 就是上班平常會經過的 很重要的公路 就是算 重點市區 對 就是很像台北的信義區這樣 所以其實在那些路面上面 全部人就是轟動 籃杆附近旁邊死牌的圈 只能說那個加油聲很恐怖 然後現場真的嗨到你 很想回應 但我知道我當下在跑馬拉松 所以我沒有回應 但確實那個當下的那個氣氛 是真的會讓你很想去跟他們互動 因為他們真的很熱情 欸他們完全不知道在喊什麼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們在喊什麼 他們就是一直在喊 加油 對 Let's go let's go 然後這樣一直亂喊 然後你也會覺得 哇靠這個整個過程 會讓你覺得 好像跑馬拉松就是沒有那麼痛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以分享自駕跟馬拉松賽斯來看的話 他算是一個很重要的賽斯 所以你的人生第一場出馬 跑到這場上面 你可能對其他都會死 所以台灣可以更好 再加油 你剛剛提到的賽道 然後再到這個賽事 然後再到你的過程 最後對跳兩比賽斯的感想 那你覺得 你接下來 你覺得在馬拉松準備上面 你會再注意一些什麼 你接下來 這一年度 會做哪些調整 我覺得我自己如果要調整的話 我覺得在訓練上應該會 因為我更了解 氣候 所以我應該會 再跟教人家更多的討論 然後第二個是我自己在 訓練過程中 那可能該做的補給 會再做更好 做更確實 對 因為他原本沒在吃補給 對 他原本跑了20公里都不吃補給 追什麼也不太合 或是一個半導體吧 可能喝個水之類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可能要再做更好 然後跟 配速的穩定上 可能也要再 繼續再做調整 配速可能會是你的練習 對阿 我覺得這一次有很多 我覺得 我做不好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 就下一場再努力回來 而且現在我們覺得 最大的挑戰是 接下來呢 我們下一個年度 就要去挑戰他的第二場 第二場 又是六大馬 第二場 那跟大家發布這消息呢 主要是他的第二場 復仇戰 就是輪到 然後呢 到時候我也會去 然後我想跟大家講的事情就是說 這個挑戰算蠻重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不是因為說時間很接近 是因為接下來你沒有要進入到冬天 所以你是不是從冬天到春天的時候 你天氣正好的時候 你剛好就要去挑 所以你這個年度的挑戰 會算是蠻大的 所以你現在這個週期結束之後呢 這兩個月的累積 會算是蠻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在你還能跑的時候 它會很重要 然後接下來進入到 下學的時候 可能就是在跑步技能訓練 所以 這就是會是 新的年度的一個重點 那可能當然在這個年度 因為我們也訓練了一段時間 所以在課本規劃裡面 參雜加入一些重量訓練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在天氣很冷的時候 至少你重量訓練 可以做好一定的基礎肌肉的訓練 訓練強度 提升你的肌肉的能力 在你馬拉松的過程是非常重要的 像對我來說 我覺得肌力訓練也對我很重要 可是 有些人會覺得說 重量訓練很重要 比較不會受傷 可是你們知道有一個問題 大家都可能忽略了一個單身 就是 跑步是這樣 那重量訓練可以幫助你 降低你受傷的風險 不錯 可是不是說做了就不會受傷 但另外一個重點是這樣 要怕放在誰身上 就是我的時間其實堆得很滿 然後我自己嘗試過 我每個週期做重量訓練 我都做不久 不是我不願意練 是因為我每次做了 兩週三週到四週之後 我的疲勞指數是高到我自己 是會影響到我的生活 就我跑步我會沒有動力 然後我的工作也會受到影響 這樣子不是長久之計啊 你要想這是我生活的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工作是跟跑步有關 然後我自己要練跑步 然後我還要做重量訓練 是為了我的成績 可是我怕受傷 為了這樣子去做重量訓練 可是我的跑步品質下降 那這也不是我要的 所以有時候就是一個缺陣 我做重量訓練之後 有時候反而會受傷 因為我疲勞指數太高 然後我反而跑的時候就會 我想要聽強度 然後到我心裡跟身體很焦慮 就是已經很疲倦了 但我硬要去升強度 然後就受傷 所以這部分也可以分享給各位 就是你可以去理解你的訓練 是不是過度訓練 或有時候會疲勞 那當然如果你像我一樣 就是強度還拉得很高 然後又沒有做輔助訓練 其實受傷的東西也會很高 所以其實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在新的年度 要做一個挑戰 他這一次的問題是抽筋 但是他抽筋的問題 應該是登附近的問題 因為他抽筋的時間太快了 8公里 整體來說就是 電解值攝取的不適應 就是補體的東西 他也是賽前只吃過一次 這都是一些細節 因為馬拉松 變數很大 所以平時自己不要有太大的變數 就是對於賽斯最好的不變數 所以其實馬拉松就是 越簡單越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 準備到倫敦的時候 那是明年4月底 那是快5月 然後就是他的第二 到時候我們會再跟大家做 第三次採訪 在倫敦的採訪 我們在不同國家採訪 明年搞不好又在紐約 所以我們就會飛到世界各地去跟他做採訪 所以他可能會採訪至少六次以上 六大馬拉松嘛 就是六次 而且有些場次好不好 拋兩次的話就採訪兩次 好啦就這樣啦 那這次內容其實也差不多啦 那就跟大家分享他其實這一年的訓練狀況 然後其實也是讓大家理解 其實個人號課表主要正對訓練 正對個人 然後當然你還是會在這個過程中 會遇到一些挑戰 是雙向的挑戰 就是他會有他的挑戰 我會有我的挑戰 或許是我一個功夫的提升 然後也是他生活的一個調整 然後我們互相討論之後 或許會可以解決掉這個問題 然後讓你訓練品質上升 所以其實這也是我自己回去之後 可以跟我的教練做我的討論 我覺得很多時候就是這種過程 不是自己摸索可以去解決 有些時候就是 你可以找尋一個專業人士 或許你可以用錢解決這個問題 你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去做 你更想做的事情 或者說你想要更找到更多的錢 因為你在這個當下 你可以很專注在做你該做的事情 就你跑步就很單純嘛 或者要跑 然後我只要結束之後 做思考我跟別人討論 其實你不用花很多時間 但你變相你得到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你要一個人一直去想東西 然後用自己去踹 可能就是你永遠六大馬都要這樣 就是像你出馬一樣 你踹什麼樣子 但你可能永遠都要一直這樣自己踹下去 你可能會踹到一個成功的時候 但是相對的 你為什麼要用自己的時間去做一個賭注 其實時間是很寶貴的 各位 沒有那麼多時間啊 所以我今年才會來芝加哥 因為我當時跟他講 他說五年 但對我來說 我啟動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的第二第三第四趟 就已經開始啟動了 因為對我來說 我有了一 我就會想把六完成 搞不好我如果不趕快完成 以後就九大馬 以現在馬拉松的市場來看有可能 對嗎 好啦 大概就這樣啦 我們現在還有其他系列的影片 那大家如果喜歡這內容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分享你對於這場 這影片的感想 跟這內容的感想 那也可以在底下的留言 給大家鼓勵或加油 那或者說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 記得按讚 然後分享這個影片出去 然後也歡迎大家可以支持我們的影片 所以繼續關注我的頻道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然後呢 接下來呢 芝加哥會有其他內容分享 好啦 那我們恭喜他完成他的六大馬 出馬 是芝加哥 有完賽就是點 好不好 就這樣 希望來自永恶 才能給我 是在這間影片 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